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課程啊 就是上一節課是程式員基本介紹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數學禮的話 我是覺得我們全部上完之後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那其實我們線上課程都有錄影 你可以找那個109學年度以前的這樣 這樣會就是有錄影會比較容易看這樣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就是我們現在主要做什麼啦 就是我們今天主要是要做深度學習 或者我們講要做一個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人工智慧一定就是你input的是一個x 即使是圖像 它都可以表達成一個數值矩陣對吧 我們上一節課已經很清楚的看到這件事了 好 那現在反正那個我們現在要找一個函數 那把這個x丟進去之後 那就經過一堆加減乘除 當然也許不只是加減乘除 但是反正就是一堆數學運算 那出來之後它會變成一個y 那這個y就是我們的答案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要找一個函數 找個預測函數去連結x跟y 這樣知道嗎 這個我這個表達方式是很一般的表達方式 就是這樣表達我完全沒有錯的 好 那我現在再跟你們講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說那我們以簡單線性回歸 這個高中就交過了 就是輸入一個x 那經過一段點斜 這個經過算運算之後 它可以得到一個y heart 這樣可以沒有問題吧 好 我們這邊定義幾個比較重要的名詞 那這裡 這個這樣的一個方式表達方式 這個β0跟β1是未知數的啦 這個時候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式子叫 function set 函數級 聽得懂你意思嗎 函數級 那如果這個β0跟β1已經確定一個數字 就要說y等於4加2x 這樣叫一個function function set跟function意思不一樣 你有注意到一件什麼事 function set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對不對 下面任何一組參數都可以給這個function set 裡面讓它變成一個function 這樣可以了解 好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我們做線性回歸的時候 我們做線性 你注意到了什麼事情 你已經定義好了 function set 對吧 式子就長這樣 只是我還不確定β0跟β1是什麼 可以理解嗎 所以我們是在一個function set裡面找一個function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之後交的所有東西 包括就是反正人類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現任何方法可以去改function set 所以function set我們要定好以後 我們只是去找function而已 找function意思就是找一組參數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們的訓練 就是我們的訓練一個人工智慧 其實是找一組參數 不是改那個function set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要怎麼去改 找在一個function set裡面找一個function呢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是一個位置數 我們要解一組位置數 對吧 那這個問題就比較簡單了 因為你如果說要改function set的話 那就比較難 因為這個位置數還不定數目格 這個就很難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我們是在一個function set裡面找一組參數 那這個就比較簡單了嘛 這就是求極值問題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線性回歸 高中交的線性回歸 它的優化目標是什麼 它的優化目標是殘差平方合對不對 你知道什麼殘差平方合 你知道 你也知道 OK 你也知道 YHOT減Y平方 然後再全部累加起來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沒有問題 那兩次其實是可以合併的嘛 對不對 上次跟下次它其實也可以合併 對吧 那合併完之後會得到一個Loss 那我們目標是要讓它最小化 那這裡面有哪些參數是以直數 X跟Y都是以直數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很多數據點 對吧 可以接受 那β0跟β1是一個未直數對吧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要找一組β0跟β1 讓Loss最小化 這是不是求極值 求極值的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什麼叫求極值的問題 今天給你一個方程式 這個y等於2x平方加3x加1 那請你找到x是多少 說y有極值 這就叫求極值的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求極值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解 這個以後你們會有很多的課程會學習到 主要就是靠微積分 好不好 然後還有靠微分是最有效的工具 那這邊我們就不特別講 那你只要知道這個概念 FunctionSet跟Function的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我們永遠不可能找到一個新的FunctionSet 我們是在指定一個FunctionSet之下 找一個Function 找一組參數 所以啊 一開始我們指定那個FunctionSet就很重要 我們指定不好 那個你就在一個不太好的一群東西裡面 找一個最好的Function對吧 那可能它的效果就不會太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要指定好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學很多FunctionSet 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繼續 那接著我們講決策術 決策術這個最簡單啊 這個 決策術這個 你看一下決策術它其實非常 就是一個樣 以後就是一個新的樣本進來以後 我們去根據我們這棵樹的樹結構 我們去決定說 它應該要往左邊還是往右邊走 好 接下來說問它薪水有沒有超過這個五萬塊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這個 就是就往 如果有的話就這個往左邊走 那如果往右邊的話就不要 這是決定你要不要接受這個 new job 好不好 你可能是先用薪水夠不夠來決定啊 後來再決定一些其他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其實你的決策過程是可以換 可以放成一個決策術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這個決策術啊 那注意一下 它的這個決策術在尋找過程 它要怎麼尋找 它是 我們現在有 就像說我們現在有非常多這個 心電圖的參數 我們要去預測它是不是有 這個 就像說 這個心臟衰竭 那我們就是先看看 這邊有一堆參數耶 那我們每一組 我們看看哪一個參數對 預測這個最有用 那我們就把它找出來 那找出來以後 再找出它哪一個切點 切下去之後 它左右兩邊的分別會最大 這個定義不會很難定義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什麼叫分別最大呢 因為 你用了一個 Cup Value去切以後 它鐵定會有 叫Positive Sample 跟Negative Sample 對不對 然後還有 你是 你是那個 有心臟衰竭跟沒有心臟衰竭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二乘二的表格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 這二乘二的表格 我們就可以換算成一個機率嘛 對不對 Positive的 有LVD的機率 跟Negative有LVD的機率 那這兩個機率最大化 我們可以做個相減最大化 那我們就是要找那個切點嘛 這樣應該是蠻容易可以理解的一個方法 這樣可以吧 你看起來有點疑惑 你可以嗎 可以接受 OK 那找完第一個以後 那我們是不是分成兩個樣本 那我們就在剩下兩個樣本 再分別再找 持續找 找到找不到為止 找到找不到為止 這樣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數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實際上要怎麼做 好不好 實際上要做的方法 來 請你下載一下這份資料 好這個IRS下載 我們下載一下好不好 好下載完了以後把它upload到 把upload到你的這個就是你的這個裡面 好不好 好如果你在這裡已經看到了 就在你在資料夾這裡已經看到它了 那這樣就沒有問題 就可以直接讀了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 我們來讀讀看 好看到了嗎 注意這個data就不要了 因為你不是放在data下面嗎 這樣可以嗎 OK 好那我們全部run了之後讀下來 你看注意到了IRS在上面 它有150個Sample 在右上角可以看到 好讀一下好不好 全部執行啊 對 IRS上面右上角150個Sample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們使用 我們使用training 我們使用sexy的 是command 是command 好酷 你少複製一個IR 好等一下 等一下打 哇 是command 我們來看這段指令在做什麼 這段指令實際上是在找這個 就是 這個就是 我們把Sample分成training跟test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的目標是這樣子 就是在這個training裡面建立一顆決策書 然後把它拍到test上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這裡有一個save seed 這是什麼意思 設定隨機種子 因為我們現在要隨機的把它分成training set跟test set 對吧 可是如果你沒有save seed的話 那這樣子你每次執行的時候答案都不一樣 這樣有點麻煩 好不好 那我們隨機指定一種分 就是 就是 隨機的方式 這樣子 我們才有辦法重現我們的結果 好不好 但是它基本上還是隨機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Library Party 那你 你不需要 因為你現在用了server的話 你其實不需要再重新安裝 好不好 都已經安裝好了 但是問題是 你要知道 在你的電腦上面 你只要看到Library 那你就是需要先去安裝過 這樣可以理解吧 怎麼安裝 就之前這個package是這裡 Install 這個可以去做 對不對 OK 好請你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按RUN 好他告訴我們 我們看到一個tree model 這tree model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 第一個 首先我們要先看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它如果小一點9 我們就把它丟到左邊來 好然後如果大一點9的話 我們接著再看它是否小於1.6 好 依實類推下去 好那你這個 你看這個規則是不是有點難懂 對不對 不容易很直覺的看 對不對 有一種方式我們可以很直覺的看 就是 我們把它的結果 把它plot出來 注意就是這個tree model是一個物件 對吧 這個一看就覺得是一個物件 那我們用plot這個函數把它 對這個物件 那就是我要畫它的圖 我按下RUN的時候 你可以在右邊看到這個畫面 好 這現在是不是清楚多了 一個樣本我要怎麼決定你是ABC 三個subgroup 你這個是不是非常清楚了 根據這個規則 其實看起來應該是分得不錯 對不對 好那我 可是這次training分得不錯啊 training分得不錯不代表test分得不錯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我們要怎麼去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這個model 放在test上面 testset上面做個預測 那怎麼做咧 我們需要用它這個樣 這個函數 好就是我們predict 然後裡面兩個參數 一個是tree model 一個是test data 1到4 我們不要給它第五個參數 第五個參數就是答案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給它預測 預測完之後你會看 你會得到一個物件叫predicty 我們來看一下predicty長什麼樣子 欸 它是不是有一些預測 預測它是什麼種類 這樣可以吧 那同樣的 這個test data 第五個column 他就是答案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用table這個函數 給它做這兩個參數 做cross table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非常一致的 中間就是代表它一致的預測 對不對 那它錯誤的只有三個 對吧 可以接受吧 複製上一下 跟著複製上一下 可是我的 它直接把它包 那是因為它這裡已經有table啦 喔 好不好 你要看你的語法裡面已經有table了 嗯 好不好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你的語法裡面本來就有table囉 好 好那這樣沒有問題了以後 我們來試一下我們的這一個份範例資料 好請你在這裡下載範例資料 好下載完了以後 我們一樣把它讀進來 好剛剛那一份可以毀掉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讀進來 好你可以在右邊先清空喔 好不好 右邊先清空 然後再按一次run 欸找不到檔案 喔因為我還沒按上傳 然後在哪裡按 喔直接這裡上面都刪掉了 對刪完刪掉了 因為現在已經不需要那些層次碼了 好不好 你上傳完了之後 按run 好你把它讀起來好不好 那讀進來 讀進來就可以了 讀進來了以後 我們來貼一下下面的語法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 這個這邊是一些基本描述啦 總之就是 這份data裡面有一些資料 然後你要怎麼在r裡面很容易看這份data 你可以用head這個函數 這個我們好像 思想節課有用到嘛 對不對 head這個函數你可以輕易的看到 欸 它有ami 有沒有ami 就是有沒有心肌梗塞 有沒有 假粒子的濃度多少 LVD 有或沒有 0或1嘛 然後 碳跟dex 它花了多久時間有沒有死 這樣子 那它剩下的一堆一堆有能沒的參數 那我們就是要用這堆有能沒的參數 去預測它有沒有LVD 這樣可以吧 那這是一份小資料啦 所以 這只是拿來做實驗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 來把 這個語法是說 我把我的data裡面 我留下 假離子 我把假離子 這個是 這個%in%是 前面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in%na就是有出現na的 那我加一個驚嘆號就是沒有na的 所以我這個意思是把 假離子是na的去掉 把rate是na的去掉 把age是na的去掉 這是豆點的左邊對不對 所以這是在塞raw 這樣可以吧 所以現在我塞到的raw 都是這三個都一定有值的喔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接著 我們再來做 我們再把假離子 跟rate還有age 把它留下來 好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我得到一份subdata 我看一下我們的subdata喔 好是不是有非常多的 假離子跟rate還有age 那我們現在用rate還有age去預測假離子 用剛剛的決測數 怎麼做咧 C tree formula等於k 然後這個小老鼠 不是這個蚯蚓然後點 點就是我要用全部的data去預測 好那用subdata 那我們一樣可以把這個model畫出來 畫出來的結果看右邊 這樣我們就知道 年齡我們要先切70歲 然後接著再切57歲跟83歲 然後再切38歲 好所以其實rate 都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我們就是全部 他學合術告訴我們 全部都用edge去切 還比較好一點 根據年齡層劃分不同的假離子濃度 這樣可以理解吧 ok 好那這一步 你了解了以後 我們再來看下面還有一些範例 那這是剛剛那是連續變相 那個假離子是一個連續變相 是一個數值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現在改成去預測0跟1 0跟1是lvd嘛對不對 所有的語法一模一樣 我們差別指在哪裡 我們把gender跟lvd 把他用as factor 是告訴他說這是一個類別 類別的屬性 這不是一個連續的屬性 這樣懂我意思嗎 as factor 那這樣子我們複字切上到尾 run 好你會得到 先用心跳我們大概68下 有的話我們再看心跳我們大概92下 有的話我們再看他是男生還女生 然後決定他是有沒有lvd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應該蠻簡單的吧 好不好 你先一路複字切上啊 你現在我一邊講一邊複字切上 你不要管我好不好 那剛剛我們的任務裡面還有ami 這是一個多分類的任務嘛對不對 多分類任務跟剛剛前面非常一樣 你直接把我們這邊直接在這邊改 這樣你比較有感覺 你把led直接改成ami 這邊lvd直接改ami lvd下面as factor的時候 一樣lvd改ami 然後c3 formula這裡 一樣lvd改ami 注意喔所有lvd有關的通通改ami 這樣你可以剛剛是對lvd做 現在就是對ami做 這樣可以接受吧 全部執行是run 你應該就可以獲得這張圖 判斷這個人有沒有心肌梗色 先用性別分 性別分完之後再用那個心跳分 心跳如果太快大概就不像 心跳如果比較慢的話就比較像一點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那我們繼續再來看一下 這就是三個好不好 那我們沒有做存活分析的範例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比較難 這個我們先跳過沒有關係 好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做連續變相的預測 決策數可以拿來做連續變相的預測 也可以拿來做兩分類的預測 那三分類可以做的話 兩分類當然可以做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做的 我們現在做的示範就是說 其實你手上有這個工具 可以拿來預測很多東西喔 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 好那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決策數很方格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決策數其實有很多參數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有什麼參數 來 我們現在來複製LVD這一串 剛剛是LVD嘛對不對 我們把它複製下來貼上 這裡 我們這裡 我們除了打完DATA 我們剛剛打完SubDATA就結束了 對不對 我們這裡還可以打一個Controls Controls這裡有四個參數 一個是 這個 0.95 一個是2 一個是20 一個是7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不去 我們不要特別去強調說 這個0.95其實是 它的顯著水準 我們要定多少 這個東西沒有學過沒關係啦 你只要知道它可以換參數 好不好 我們現在用標準參數執行一次喔 好你是不是看到這個樣子 好我們把0.95 我故意把它改0.5 我們再做一次 它是不是變得更深了 是不是變得更深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再變成0.1 我們再變成0.1好了 我們看到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這邊限制的最深就是深 就是兩層深了 我這邊要把它打開一點 你看它是不是變得超 它是不是樹變得超深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變這麼深有意義嗎 不見得有意義 你要怎麼去確定 你這樣的深是有意義的 預測test data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問題是 現在我還沒有把它分 training跟test data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還沒有把它分 training relation跟test data 所以說其實我們現在做什麼 很準啊 那都沒有意義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是對這個sample很有意義啊 那對其他的可能沒有意義啊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 如果我們想要獲得數的預測機率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獲得 看著喔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tree的model 那我們想要獲得預測的機率 我們不是想要類別 剛剛我們用那個iis的資料 它直接出來就是類別 哪一種花嘛對不對 但我們其實想要的是機率 我們可以在後面給它逗點type property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probability list 這就是它a跟b總共有幾個機率嘛 0的機率 1的機率 0的機率 1的機率 那我們當然就是用1的機率去做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probability y 這就是我們最後的答案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小朋友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要講的是tree提升機 剛剛我們講決測數嘛對不對 好決測數有一些缺點對不對 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個 數的形狀當然是非常漂亮 但是心跳68下就要分類 這個68這個缺點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不是70加 或者69跟67真的有差別那麼大嗎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不是怪怪的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解決方法是 我們不要一次做這麼多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可能是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總共手上5000個樣本 就是我們抽樣的結果對不對 那這是剛好我們現在的sample這樣 那如果我一次只抽其中的3000個樣本 它是不是會給我一個別的缺點 覺得它可能給我70這個缺點 然後再抽別的另外的3000個樣本 它可能會給我這個 它可能會給我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假如說66這個缺點 那如果我有很多 我做了很多次這樣的實驗 是不是你會發現 切點可能都介於68附近 但是它就沒有切得那麼絕對了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就是預測變得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為什麼因為它就沒有那麼絕對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把68以上跟以下沒有再差那麼多了 好那實際上剛剛那種方法這個 這個意思就是我們需要用很多顆決策書把它合在一起 那這樣可以去提升它的performance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想法怎麼做 好這個方法叫做T度提升機 這個之前你們就是上個禮拜全部都在用這個方法去做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T度提升機 T度提升機要怎麼做 好T度提升機就是啊 我們要在 我們首先先去建立一個 先有一堆X 有一堆Sample 然後我們用這堆Sample去預測Y 它總有個自己的Y 以我們的例子就是LED 這樣可以嗎 好那預測完之後 它總是會有一個殘差 Y1-Y1Hot 總是會有個殘差嘛 對不對 就是我沒有預測準的部分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殘差 我們再用一堆X去預測這個殘差 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新的第二個Model 那把這兩個Model加在一起 直接加起來 那個第一個Model先預測一個BaseLine 然後接下來再預測它的殘差 那把它兩個加起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更準 好不斷的預測下一個新的殘差 預測新的殘差 那這樣持續N次 我們這樣這個東西叫T度提升機 好這個東西你只要知道概念就好了 你不需要知道這個程式怎麼寫的 讓它那麼複雜這樣子 好不好 但我們現在就用這個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的概念都是這樣子 首先先產生一個這個 產生一個F of a case 好這是一個決測數 決測數也是一個函數的顯示 好不好 好那接著我們把它得到Y以後 我們根據這個模型 根據這個Y 我們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殘差 對吧 這個殘差在這裡 好接著我們要用 第二個模型去預測殘差 那我們會得到第二個殘差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們把 我們有了第二個殘差以後 我們得到第二個式子嘛 對不對 我們把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 加在一起 然後再去預測Y 我們會得到這個殘差 那我們接著 這就是真正剩下的 這個集合模型剩下的殘差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要再用第三個模型去預測 那以此類推 我們會得到一個 非常長的一個式子 這樣懂我意思吧 非常長的一個式子 那注意前面有一個參數到YTA 這個YTA是搜索率 希望我們不要每一次 我們希望每一次不要學得那麼好 我們學得稍微好一點就好了 那這個YTA如果數字小的話 代表它會學得非常慢 它會學得非常慢 所以你通常 你需要非常非常多顆數 這樣可以 那如果這個YTA數字很大的話 那數通常都不能太多 這樣可以啊 好那你們注意到 一直學一直學 它一定會學到 它一定會學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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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非常非常準 但是它有可能在 TestState上面 它沒有辦法表現得很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我們現在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在樣本 我們不可以只用Training Set來做訓練 我們一定要把樣本 分成Training Set跟Test Set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直接把這一串語法複式貼上 好複式貼上我們來看一下V行在做什麼 第一行是說 我們LVD如果它是missing 我們就把它去掉 然後接著我們把第一個column 第二個column 第四個column 第五個column把它去掉 這幾個column就是 ami 甲離子 然後跟 tan跟depth 這個都是outcome 所以這個我們不要 然後我們只要用剩下的東西 預測LVD 那接著我們把LVD跟Gender 還有reason1到reason31 把它換成factor 把它換成factor之後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miss這個函數 做多重插補法 這個多重 因為我們的原始資料是有些missing的啦 用多重插補法可以把我們的資料改成這個 就是沒有missing 好我們從頭執行到尾 好這樣 你貼複式貼上之後按source 就可以從頭執行到尾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是不是開始執行 好這樣就是執行執行完 你已經有training set 跟testing set 好不好 還有raining set 我所有的事要從頭開始按的很緊張 不用啊 source就是按了就好啦 那你不要一直按喔 你不要一直按 按完一次他就在執行 他現在這樣還沒執行完 多重插補法是需要很多時間的 你們應該體驗過了吧 對不對 那個是很浪費時間的對不對 當然這個資料比較小啦 所以說沒有那麼久 好不好 所以你看他執行完 現在這個東西出來就是執行完 這樣可以啊 這個東西啊 你就可以繼續打指令 好不好 好 那你已經執行完了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的training 我們現在要用 注意現在總共有三個樣本喔 我們的機器學習的過程 你要知道是 用training set去 用training set去訓練模型 用raining set來選模型 因為你training set 很有可能會產生非常多模型 你每增加一棵樹 那不就是增加一個新模型嗎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所以我需要用training set訓練模型 但是用raining set來選模型 那選到最好的模型 我們就可以拿去應用 那我們應用的時候 只能夠在test set上用一次 你不能那個training set 訓練了100個模型 100個模型都在test set上做 然後選出最好 然後告訴我 然後選出最好 最好的角度是95% 你就說喔 我這個準確度我95%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你又選了一個最好的模型 你怎麼知道未來應用的時候 你剛好就是最好的狀況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你把它想像成 我們在做資料科學競賽的時候 你其實就只有training set跟braining set 你沒有test set test set是你上傳網站才得到的答案 你沒有它的資料喔 你沒有它的資料 可是同樣的道理 你如果在網站上面 你上傳了100次 你是不是又選了一個最好的模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會看到網站上會有open的排行榜 跟private的排行榜 那個私密的排行榜 你是看不到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希望你只用open的排行榜 去選model 選到最好的那個model 我們再來看看private它表現得怎麼樣 那才是最終的結果 這樣可以了解吧 你知道整個流程是什麼 這樣不然你不能自己騙自己 你說99%就讀 未來運用的時候它沒有到 那人家就會說你是騙子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這個就是xgbboost這個函數 先library xgbboost 然後把我們的trainingX 把它換成 用model matrix把它換成一個矩陣 然後換一個矩陣之後 你先執行這一行 執行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trainingX matrix 我們用head來看 好 你是不是看到 它前面有個結局 這個結局是我們不要的 我們不要這個結局 這個結局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 我們再把它丟到xgbd matrix的時候 我們的data 我們要把第一個column把它去掉 第一個column我們要去掉 然後我們的y叻 我們要as integer之後 它本來是1跟2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減1 減1之後就變0跟1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預測了 這樣可以吧 那validation matrix也是一樣的 完全一樣的處理流程 我們把它放到xgbd matrix這個函數裡面 然後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 我們讓它看一下這個 就是看一下它的那個就是 預測的軌跡 好 這裡是在有一些參數在指定說 我們要預測的那個 我們在validation set上面 要拿來做這個 就是要拿來做這個 預測的這個指標叫AUC every under curve 這個指標是什麼 你不用管 反正就是數字越大就越準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我們要做的那個 任務是binary 就是二元分類 然後用logistic 這個函數來分類 好我們按下run之後 它就開始跑 跑到第18代 跑到第18代 它就說第8代已經結束了 最好是0.78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 我們這個東西要怎麼拿去預測咧 我們可以在這邊預測 好所以其實 其實模型總共跑了18次 然後我們選了第8個model 當作我們最終的結果 根據validation set 選了第8個model 當作我們的最終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我們把我們的最終結果 就xgbfit 我們把它拿到 這是validation set 這validation set 拿到的答案 沒有 還沒有library 這個拿到的答案 就是0.7834 對不對 其實就跟它一模一樣 因為這是validation set 上的答案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可不可以把validation 換成test 可以啊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們可以把整個validation set 換成test 我看一下你們執行的程度 好 好那我們接著就是換算數嘛 對不對 那換算數當然 那個我們剛剛經過我們剛剛的學習 我們知道 ETA這個數字如果小一點 我們可以得到比較多顆數 那我們就可以 那比較多顆數 最重要的是 我們可以在比較多的模型裡面 選一個最好的 這是它好處的地方 反正 反正學過頭了 我們還是選裡面最好的嘛 對不對 所以ETA如果小的話 那number of round多一點的話 也許會比較好 你如果ETA不改小 你number of round 改再大都沒有用 因為它到第18代 它就強迫停止了 對不對 你這個number of round 改再大都沒有用 改1000都沒有用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把ETA改小 好我們再做一次 好注意 他說第47代 你看0.7917 好像比較好 對吧 那我們現在再做一次 在verdient set上面 應該還是一模一樣的結果 0.7918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就455而已 這個沒有什麼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兩個 我們等於說 用兩組參數 選到了一個比較好的model 比較好的model 應該是0.1 對吧 ETA0.1應該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注意我們在test這方面 只能做一次喔 我們不能說 這裡 這個0.7918 這就是答案 不行 好不好 我們在test上只能做一次 我們在test上面做一次 我們在test上面做一次 有點像是我們上傳 那個答案到資料科學 進賽 去比賽那種感覺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我們在test上面 怎麼做一次呢 來 先把test set test x 改成matrix 然後改成matrix 再給他去預測 這樣可以吧 好 因為我們剛剛選的是第二個model 我們第二個model 得到的test set 答案是0.77 它準確度有下降一點 對不對 這個下降一點 這個下降一點不重要 你不能說因為下降了 所以 所以說你就不這麼做 好不好 這個東西不是 就是我們要追求的是整理 我們不是要追求那個數字高 這樣的東西說 雖然你在做資料科學競賽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是追求數字高 可是你要知道喔 我們現在才是模擬我們資料科學競賽 實際的樣子 因為你在資料科學競賽的時候 你根本就看不到test set的答案 對不對 你根本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很方便的 你沒有辦法很方便的去選說 怎麼樣的模型在test 那樣表現最好嗎 那我們是故意不讓你選的喔 好不好 你千萬不要覺得城市設計的不方便啊 怎麼不給我答案讓我選呢 就是故意不讓你選的 因為這樣那個結果才是真的 不然你從1000個模型裡面選一個最好的 那你用overfitting 好這樣可以了解喔 可以嗎 你有沒有複製的 這一頁嗎 這一頁嗎 為什麼 好那我們剛剛已經學到這個 就是決策數跟T2提升基準吧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學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人工繩金網路 好這個人工繩金網路啊 跟前面那些方法差非常多啦 那已經不是用 已經不是用這個就是數來決定了 好那至於他是怎麼去做運算的 就是模仿我們的大腦什麼的 這個這些過程我大概跟你們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大腦在做 我們會非常 我們會非常驚嘆一件事情 就是 欸這個 我們的大腦好像可以做非常多事對不對 那我們 可是問題數學是好像 我們要寫一個很複雜的數學式好像是非常困難 對吧 那為什麼我們的大腦可以做得這麼好呢 我們就會想說那我們要學習我們的大腦 那經過神經科學家研究 我們發現我們的大腦結構長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這個 他的神經細胞長這個樣子 好 你可能會覺得這跟數學沒什麼關係啊 我們來好好講一下這跟數學有什麼關係啊 欸 他透過這些速度去收集電訊號 注意是電訊號 欸 我們的這個大腦這個講白 就是 如果你講到最基礎的狀況下 你發現他其實就是一堆化學反應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他去收集上的神經元的電訊號 好 收集完了之後 他如果覺得 欸我應該傳下去 他就會透過這個東西傳下去 那這個東西又可以去接很多其他神經元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是很多神經元結合在一起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你現在注意一下 那什麼樣 他收集了很多電訊號之後 如果累積的電 就是累積的電位足夠高的話 他才會輸出給下一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注意一下他的過程喔 他這個並不是 他是累加沒有錯 但是他並不是 並不是累加多少就輸出多少 他是累加超過一定的value 他才去輸出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這個 這個機制非常重要喔 這個機制非常重要 好 可是你整體來講 這個聽起來還蠻簡單的吧 對不對 我們先不要管他的結構有多複雜 但是收集訊號累加 決定超過一個東西 就把它輸出 這個本質上算簡單對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式子可以顯成這樣子 你一開始有一堆X 就是你的基礎特徵嘛 你的rate是多少 你的年齡多少 性別是多少 然後你的reason1到reason31 他分別是多少 輸入一堆特徵之後 丟給這個神經元 然後他可能需要一些加全數對不對 就來說年齡的加全是多少 性別的全數是多少這樣子 這些參數就是我們到時候要求 從function set裡面求 function 的那些參數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把它累加起來之後 他如果有超過一個數值 我們就把它輸出 否則就沒有 這個叫stack function 這樣可以吧 這個式子你看了半天你會發現 他跟現行回歸長超像 有嗎 這個式子跟現行回歸很像嗎 看得出來嗎 我只是把b0換w0而已 我只是把b換w 可以接受嗎 你有覺得這個式子跟現行回歸很像嗎 加起來不合 整個function set的樣子長 跟現行回歸超像 除了有個這年點 年點就很多像而已 他本質上台的現行回歸啊 這個式子是不是非常的像現行回歸 看得出來啊 你真的是沒有辦法體會是不是啊 現行回歸很爛 我沒有很生物 那不是我的 這長得像不像 有了 有很像嗎 有了 所以你們是腦子裡面沒有現行回歸 樣子 我沒有看過那種類型的現行回歸 ok 長得非常像對吧 他們根本就是一樣的東西 要求的東西也都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差別指代什麼 差別指代多了一個step function 這個看起來一點都不是很高級啊 就是做一個現行回歸之後 然後我 如果超過某個數字 我就把它輸出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所以他其實就是現行回歸 對吧 沒有很難吧 ok 那我們 我們有趣的事情就是 一個現行回歸 加上一個這個threshold 如果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就來說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 因為神經網路 我們剛剛講的是神經網路 不是一個神經元 一個神經元就是一個現行回歸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把很多個神經元組合在一起 這樣才叫神經網路 那神經 你的大腦應該是個神經網路吧 你應該不會覺得你的大腦只有一個神經元吧 對不對 你應該沒有那麼笨吧 對不對 你的大腦人家神經元數目還不少 好 那麼多顆神經我們把它組合在一起 我們把它組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用mxnet這個套件 我們來把它組合在一起 然後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好不好 好這個時候來 先去librarymxnet 好這個時候你前面的就可以刪掉了 就librarymxnet就好了 就是左邊的可以刪掉 右邊的不要清空 沒有人這樣清空右邊的好不好 好 librarymxnet 好 library你就直接執行啦 總是要執行嘛 好不好 library完就執行了 好 執行完了之後 我們把剛剛的X trainingXmatrix 我們把它變成trainingXarray 然後跟trainingYarray 還有validateXarray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樣子變換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trainingXarray 我們來看dimension 它是41乘以1267 所以它有41個參數 然後有1200多個樣本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以接受 41乘以1267 可以接受 ok 接著我們來看trainingY 好我們來再看它 2乘以14 1261 1267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樣本數 那這個2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1到10 你會發現有時候是上面是1 有時候下面是1 下面是1 要用它的編碼方式 你這樣才有可能去做運算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至於它為什麼要編碼成這個方式 這個我們先不要談了好不好 它當然是有它的原因 好 那你的validation validation的Xarray 它的dimension我們來看一下 好 41個參數一樣 對不對 但是只有422個樣本 這樣可以吧 ok 好 你這樣做完之後 來複製貼上了 這個鐵定要複製貼上了好不好 複製貼上完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下面這裡 下面 上下都複製貼上了好不好 好 一邊複製貼上一邊聽我講 來 我們現在要指定說 你的神經管路的長成什麼樣子 好 首先data進來了以後 我們要先經過第一層 這個叫Fully connected 第一層Fully connected 然後number of hidden 50代表 我在第一層 我要設計50個神經元 給他去接 有50個先行回歸去接收他 好不好 50個先行回歸去接收他 好 那這樣子data進來 data進來 丟到這裡來 經過50個神經元變成FC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FC1 再丟到這裡來 下一個是activation 這個是一個激活 激活就是我剛剛講 他不是先行回歸之後 不是要經過一個step function嗎 超過才要輸出 我們這邊採用的激活函數是radio 至於radio是什麼 你不用管 反正你就知道 這裡就是一個 模擬神經元激活的一個過程 這樣可以啦 接著你再把activation 1把它丟到Fully connected 這個時候我們的output就只有兩個就好了 因為我們的輸出就是 要嘛都是LVD 要嘛就是沒有LVD 中間才是我們的神經元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接著我們就FC2 FC2我們經過softmaxoutput 那softmaxoutput 可以讓我們把我們的output 變成它這樣加起來會是百分之百 然後去分配它的幾率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全部複製貼上 好 接著全部複製貼上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一串函數來做training 這一串函數來做training 好這裡我們也不用管啦 我們就貼上 我們就貼就對了好不好 反正你只要知道你把trainingX跟trainingY改成 還有validationX 把它改成這個格式 我們就可以training了 好你直接按run的話 它就會出來 它就會一直跑 試一下好不好 好那注意一下喔 你如果 你現在我們的神經元是50個對不對 如果你選50個太少 你改100個 你就把50改100 就可以全部重新執行啊 這樣比較準確喔 欸不一定 你要試啊 那就是一個參數喔 在training上面鐵定是會變準的 說trainingXerrace 那你是不是少複製了一些東西啊 trainingXerrace在這裡已經指定了 100 850改100不是神經元變多嗎 神經元變多 不就代表在training的這個東西 會變準 對啊 可是在預測未來上面不見得會變準啊 喔就是test 在test Test它是幹嘛 就是你考試 你那個競賽的東西 它會給你一個數據 我們再重新講的是那個流程 你可能不是很懂 就是我們今天training是在 training這個單字是在做訓練 訓練的意思是在 我剛剛最開始講 我們已經指定好一個function set 我們要找一組function 找一組參數 讓function set變function對吧 這叫training 好 training完之後問題是 根據我的 就是我給我 function set的不同 我train出來的這個鐵一定會不一樣 我如果這邊設50 是不是就是 神經元數目為50的function set 這樣我會得到一個function對吧 那你給你指定一個function 根據我的樣本 我就可以決定你的function 你指定一個function set 根據你的樣本 我就可以決定你的function 這沒有問題 可是你可能準備了好幾個function set 對不對 神經元數目為50的 神經元數目為100的 神經元數目為200的 神經元數目為200的 是有好幾個function set 那你的樣本 你training可以幫你協助你找到一個function 好接著 那你這邊多個樣本 你說哪一個比較好 你function set越複雜 在找出來的function 當然就越準 在原來的樣本上面越準 對 那我這邊 我要找個最好的 我要用誰找 我要用Vredeinset的樣本去找 Vredeinset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的樣本總是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就要做切割了 我不可以 就是有點像 我叫你給你寫考古題的時候 你寫的下下叫 你考試的時候 本來就是要準備一個新的題目給你寫 不然你只是背起來而已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不要懷疑它背起來的Vredeinset 那你背 你測試完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就是 那你只是說 我透過這個 我選出一個最好的學生 因為我一開始 學生都是用同樣的題目訓練 可是大家腦袋 因為腦袋 function set長的不一樣 腦袋結構不一樣 所以你們訓練出來的成果會不一樣 然後 還選出一個最好的學生之後 我要拿去 我要代表我們學校去 去外面PK 就是用你啦 可是你在這邊考出來 你最好的那一次 搞不好是100個 你總是有一些隨機性 對不對 搞不好你選出來最好的 搞不好不是最優秀的學生 因為 我們相信 你考試出來前五名 你校排前五名的學生 應該是 這五個人的確是相對優秀 很好 這個第一名不見得真的是最厲害 可以了解的意思嗎 他到最後還要再做一次最終的驗證 所以我們需要三個樣的 training training 先你是在給你指定 function set之後找個 function 然後 這個 validation 是找一個最好的 function set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test是最終的驗證 這樣懂我意思嗎 OK 好 如果你少做了任何一件 決然你少了test set 那就相當於在校內排名第一名就是最好的 然後那個數字就是大考的分數 當然不像話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我們拿來做預測的話 我們來直接來做預測 注意他預測出來的model 叫mlp fit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我們一樣啊 predict mlp fit 然後把validation x array 把它拿進來做預測 預測完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他AOC 0.7785 欸比剛剛 比剛剛差對不對 比剛剛validation set的差 可以接受 剛剛validation set最高可以到0.79 對不對 所以照道理我們是不應該用這個model 不過我們可以調參數嘛 對吧 這邊好多參數可以調欸 我們把神軍人改了100 再試一次好不好 欸神軍人改了100沒有什麼改變 那我改了200好了 欸0.785 你有沒有反而變準 反而200神軍人好像好一點 對不對 這裡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調啊 比如說你可以把這個 array 你可以把number of wrong number of wrong跑幾次嘛對不對 你把它跑久一點 這樣會不會學得比較好 欸0.813 超好的欸 可是這是validation set 我們要在test set上面做最終裁決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按照我們剛剛極限提督提升機 跟這個就是神經網路 這樣我們應該會選到200的神經元 然後訓練40代的神經網路 對不對 因為它在validation set上表現得最好啊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test set上表現怎麼樣 好不好 好我們來直接 那test set上我們怎麼做呢 來 我們剛剛validation array 這裡 我們直接把它改成test嘛 好不好 test 那這裡是不是就是改test array 這樣可以嗎 好 run了以後 我們來 我們剛剛predict 我們這裡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把所有跟validation array有關的 把它改test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裡改test 然後這樣子我們可以把 好 我們可以取得一個叫rocTest的 然後testy 跟predictTest做一個結合 那麼 那麼 1 原本是20個一次是嗎 對啊 好是多少那不重要 我今天又不是要帶你們 真的做出一個最準的東西 這個參數我們可以自己調嘛 對不對 好我們 按照我們現在我們選出來model不錯嗎 我們來試一下 在test set他們表現怎麼樣 0.78 真的比剛剛好 對不對 可是 降的幅度不小 對不對 降的幅度大那是正常 因為你 你是 你就是我剛剛講你是在一個 你是在一個 有些 覺得說笑牌裡面排第一名 選出去嘛對不對 他不見得真的是在未來的 那個考試裡面表現最好 好不好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作弊 我們一直強調你不能作弊 這樣一個東西 好 這樣可以吧 好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你 你學了好幾個model 對吧 這些model好像 每一個東西都好多參數可以調 這邊我還有好多參數 什麼learning rate beta1 beta2 array band size 這邊有一堆東西沒有講 對不對 那邊沒有改太多 沒有改太多 欸不會啊 可能會改很多啊 不然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覺得說array band size 從20 改成50好了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 好 但是我不要 我故意不做test 因為我做test就是作弊 我看test就是作弊了 所以我是要用每個inset來選 欸78你看變爛了 所以array band 所以我跟你講這些參數 你千萬不要覺得每一個參數都沒什麼 好不好 每個參數都很有得改 我把0.001改成0.001 然後把40改成100 我們再做一次 他可能是會差很多的我跟你講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現在反100嗎 100到0.805 對吧 變高 他其實變化其實蠻大的 你千萬不要覺得他可能 他沒有什麼 好不好 他變化其實蠻大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以嗎 好 那我們這樣了解了以後 我們再來繼續看 繼續看下一節 下一節 好下一節我們要做卷積成功 剛剛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分析數字資料 不過剛剛那個是不是一個新的工具 你可以拿去用在資料科學競賽裡面 看能不能變得更準 而且你發現他參數更多對吧 很多好像很多東西可以調對不對 至少神菌的數目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看 你們不要給個太誇張的數字喔 你們給個太誇張的數字 電腦就成不了 你們不要說什麼 媽媽模擬個什麼 10萬個神經元 好不好 不要搞笑 好不好 你不要想說我真的就要 因為我們現在電腦 可能還沒有辦法去模擬 真的模擬大腦 所以現在媽跟我們講說什麼 那個什麼 以後會出現一個人工智慧機器人 媽的可以跟你正常對話 那絕對是放屁 好不好 不過一樣啦 就像我剛跟你們 我昨天跟你們講 以後可能30 以後 你的爺爺 你的爺爺可能會覺得 32位元的電腦就已經用不完了 對不對 3.50片A0已經超大了 對不對 現在你會想說 32 32位元當初怎麼會夠呢 當初哪個自戰設計 當然要設計六個四啊 我跟你講 你孫子就會覺得64 自戰設計 這樣都會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現在不管 好 那 所以 現在我們要交一個新的東西 剛剛模擬的那個大腦 對吧 可是我們重點 重點不是分析那些數值 我們希望重點分析圖像 對吧 圖像 我們除了模擬大腦 我們還要模擬眼睛 這樣都懂 因為訊號 你那個參數 我們還可以說 我們已經取得參數 所以我們在大腦 我們直接思考 眼睛的閉註都沒有關係 我現在把像素的值告訴你 你在大腦給我思考出來看看 你絕對思考不出來對不對 所以你的眼睛是不是一個 截取資訊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所以眼睛也得模擬 那我們來看一下眼睛是怎麼模擬的 來 人家以前做了一個 這個也是諾貝爾講的研究 人家以前做了一個貓研究 他們做的研究非常恐怖 他把貓的腦袋 頭蓋骨把它拿掉 然後去接電訊號 看看他會不會受到刺激 因為他只要傳電號 我就知道他受到刺激了 對不對 他那放一堆直線的 這些圖案給貓看 他發現 在四網膜很前面的那些神經院 他只要有一些簡單的 他只對簡單的這些圖像 簡單的這個形狀有辨識能力 他如果給他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他反而沒有辨識能力 所以他發現這些初級的神經原因 他其實在辨識的東西也非常簡單 太好了 我們就喜歡簡單的東西 因為太複雜 我們反而模擬不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這個 他在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眼睛 眼睛今天你在你的眼前 人出現在哪裡 其實你都看得出他是人對不對 出現在左邊也可以 出現在右邊也可以 出現在中間也可以 可以接受嗎 好那你了解 那你就要知道 圖像是一個矩陣對吧 我們商界客 已經知道圖像是一個矩陣對吧 雖然眼睛其實是一個東西在掃描 對吧 他掃描整張圖 然後看看 你想看的東西在哪裡 好那你想看東西 假設是一個 像這裡 你注意到的一件事 這個filter 他的這個 他的對角線 是不是一個XX 是不是乘1 然後剩下是不是乘0 好所以他在找什麼 他在找XX 那 他這樣乘1 你看他在這一格的時候 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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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剩下都是0 對不對 加起來是不是4 所以要把它填到這一格 然後他掃過來之後 他再做一次 是不是有3 填到這一格 好所以 所以他經過這個東西 經過這個filter 掃過之後 產生了新的這個圖 這個圖 是不是我們可以把它叫做 我們把它叫做高階特徵 就卷積特徵 這個東西 數字越大代表什麼 越像是我filter 想找的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我們這邊稍微停一下 來再仔細想一下 這個filter的架構上面 已經有一些參數了 好 至於說這個參數是什麼 欸 交給training 就是 反正我們已經指定好 funging set 交給training set 去想辦法訓練出一個參數來 但是 他的這個掃描的過程 他的這個掃描過程 是在找什麼 找 他的運算方式是 給他一組參數 然後讓他 相乘之後累加 相乘之後累加 我們就可以找到最像 這個 這個 一在哪裡 最像 最像那個權重 的樣子 數字越大 就代表他越像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conversion 它就是一個掃過 然後把相乘累加的圖 把它放到後面 這個數字越大 就代表越像 可以接受嗎 好如果你覺得這個樣子不容易看的話 我們來看這個這樣會比較清楚 來這裡有個叉叉 對吧 這裡有個叉叉 來 那你看如果一個左上到右下的這樣掃描的話 他在這裡是不是數字會很大 這裡數字很大 這裡就沒那麼大 因為他其實他這裡是個叉叉 他不是一個左上到右下的形線 所以你看這個這樣掃出來 這裡數字很大 剩下的地方就不太大 對不對 如果是叉叉呢 中間很大 剩下的地方就不太大 如果是這樣呢 這裡跟這裡很大 剩下的地方都不太大 那我把高階特徵圖 把它 這樣子我把 我這樣子是不是可以取得 用不同的filter 找不同的特徵 取得不同的高階特徵圖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不是很像世王國初級細胞 我剛才講他先找一些高階特徵圖 然後把這樣的訊號留起來 等著下一輪的神經細胞來 再進行擷取 好可是你這樣子找了之後 你發現一個問題 因為你是每個像素都決定一個答案 他很接近的地方是不是 會非常的這個數 數據會非常的重複 就來說我現在你看一下 我每次只移動那麼一點點 我每次只移動那麼一點點 該你人臉出現的地方 是不是移動十個單位 都還是同樣的人臉 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其實我們必須 我們在經過一輪confusion之後 我們希望把它解析度稍微降一點 我們把兩個四格合成成一格 裡面就找最大數字就好 為什麼是找最大數字 最大就代表最像 對不對不像的地方根本不用管 反正我們只要關心最像的地方在哪 因為我們這樣掃過去之後 我們只要知道 最像的地方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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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需要其他數字都大 他只要有就好 所以我們用最大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來注意喔 你這樣子卷肌有什麼好處呢 一開始你只能辨認簡單的東西 可是你現在想第一個東西在辨認眼睛 第二個 第一個filter變成眼睛 第二個filter變成嘴巴 第三個filter變成鼻子 第四個變成耳朵 那你這樣掃過去之後 你想想看你眼睛閉起來 你想想看你在前面掃 對不對 你發現眼睛的神經有人告訴我說 這裡有一個眼睛 鼻子的告訴我說 這裡有個眼睛 這裡有個鼻子 這裡有個鼻子 你發現有個地方有重複對不對 嘴巴的 你發現有個地方就是大家都重複 但是他有一些假訊號 他總是有一些假訊號 你會發現 那些跟臉有關的東西 在某個地方 重複出現 他是不是就是臉 下一輪的神經人 是不是就可以利用這個訊號 抓到臉在哪裡 雖然有些假訊號 但是假訊號不會重複啊 這樣聽到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隨著你的卷積越跌越深 隨著你的卷積層越跌越深 再加上大腦的思考 你能夠辨認的東西就越 但是他的概念就越深 你本來只能變成簡單的線條 就會變成可以變成眼睛這種東西 就會變成人臉這種東西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知道為什麼要深度學習 他的網路要深 神經元跟卷積核需要深 眼睛的部分你要深 大腦部分你要深 這樣就可以變成更好的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他的概念是這個樣子來的喔 他每個辨識的東西 他是看顏色嗎 還是看形狀 你注意到一件事 我剛剛不是說那個參數 不知道讓他去學 我剛剛只介紹結構對吧 我剛剛只介紹結構對吧 結構是什麼 Function Set 至於在Function Set裡面 找Function這件事情 我沒有管對不對 我說交給Data去處理 這樣懂我意思吧 當然你會說 靠那個 因為其實在Function Set裡面找Function 聽起來是一個找集值對吧 那個過程有點難 我們現在跳過那個過程 但是你要記住這個概念 我剛剛介紹這個Function Set 我不是介紹Function 我不是介紹找Function的過程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你現在告訴我說 他怎麼知道 第一個Filter是要認XX 第二個Filter是要認全全 Data告訴我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所以要準備多一點Data讓他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用手寫數字辨識 上捷克我們不是有 我們不是有 就是一個手寫數字資料集嗎 他不是已經有手寫數字 然後還有那是數字集了嗎 那我們把一部分用變成Train 一部分這邊Test 然後來看看他準確是多少 好把它讀進來來 下載一樣 這裡下載 按這裡下載 下載完了以後一樣到File這裡Upload 然後把檔案傳上來 下載有點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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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有點久沒有關係阿 就下載就對了阿 沒有關係 7分鐘 真的是很久耶 不過應該也沒有想像中那麼久啦 好不好 對阿應該應該 MNiST答案是昨天 就是昨天用一個轉向的 但是問題是你們現在換機器啦 你們不可能有那個檔案 你們就下載嘛 好不好 你們就下載 好 沒關係你們下載的過程中 你們知道下載完了之後 下載完了之後 他就會在這裡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 因為上面的Data都不重要 因為我們又要 我們要拋棄剛剛的Data 對不對 好我們直接 複製貼上這一串 剛剛全部都刪掉了 剛剛全部可以刪掉了 好 我們把MNiST讀進來 然後讀進來之後 我們先把我們 我們上個節課交的所有處理由成 包括 他要先變成28乘28乘1乘420 的那個過程 然後還要 然後而且還要轉制 還要對迴圈中的每一張圖做轉制 這樣我們才可以用 對不對 好我們全部都把它執行一次 好執行這個東西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好執行完之後 然後你看一下如果我們現在想要檢查 我們的 我們現在想要檢查我們的第一張圖 我們的第一 假如說55張圖是什麼 我們可以用Library Open Image 然後Image Show 這個昨天有教嗎 好然後我們把 然後找到第55張 好是不是看到至0 555張 9 可以沒錯吧 OK 好注意一下我們的Y 好來我們的Y的Dimension 你們還在下載嗎 我不知道 他寫什麼 File一下 你就是路徑搞錯了啊 他剛剛沒有Data發生掉 你上傳了嗎 上傳 你上傳在哪裡 M9 M9 你沒用啊 你看起來就是沒有上傳對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沒有辦法利用 你就等吧 你就等 不然你也沒有辦法 好不好你就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首先 我們要注意我們要做一件很神奇的事 我們要減去平均值處理標準差 這個 你如果不做的話 他訓練會比較慢 好不好 我們現在的X 這個X是個大矩陣 他的平均值 是什麼 33 這是什麼 灰度的平均值是33 好不好 因為他有些白有些黑嘛 對不對 白色是255 然後那個 黑色是0 對不對 所以他灰度的平均值是33 我們要把我們的X 矩陣 減掉33 再除以78 這樣 這樣訓練起來會比較 比較快一點 好 然後 set set c.0 然後把它分成 training sample 跟test sample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個過程應該是很容易理解的 好看著喔 我這樣做完之後 好我現在有training sample 跟test sample 兩個 這樣可以接受 training sample 跟test sample 有了以後 我們先做下面的 來 這裡我們設計了一個神經網路 先看著 來這個神經網路 data進來之後 先經過一個convolution 這個convolution 他的眼睛 我們設計成5x5的filter 去掃描 10個 10個5x5的filter去掃描 掃描完之後變convolution 好上傳完了 你不要讀檔 好接著 你掃描完了之後 一樣你要先做 飛線圓轉換 因為這樣才像神經圓 神經圓掃描完 總是要做個飛線圓轉換 這樣可以吧 飛線圓轉換變radio1 radio1 再經過個pool pooling就是我剛剛講的 降解析度 降解析度 變pool1 好接著來 再掃描一次 我剛剛不是說掃描 要層層堆疊 這樣效果才好嗎 再掃描一次 好 kernel 一樣5x5 然後這次我給他20個神經圓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接著就是把這個 pooling完之後 他就是繼續接捲機 對不對 然後在飛線圓轉換再pool 這邊然後接著 把他壓平之後 接下來就是 Fully connected 對不對 所以兩層的眼睛神經圓 加兩層的大腦神經圓 然後出去 就10類 我們要讓他做預測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這個 這個過程我們一樣複製貼上 這樣我們就建構好我們的網路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東西就是專門做手寫數字片的事 你說這個網路我可以拿來做 那個 ECG的Promit 可以嗎 不可以 那個拿來圖像給你捲機 可以了解嗎 那個 你千萬不要想說 這個東西那麼好 那我拿去做 沒有 那根本沒有地方可以捲機 而且你把它變成一張圖 那個圖也沒有意義 你懂我意思嗎 他真的是一張圖 你要幫捲機神經網路做 好 那一樣 下面就完全一樣 只是把Model Model本來是Output Layer 變成L1Net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 好只是在Training的時候 我們希望 我們就直接把它Training 好Training 那這個因為你的資料量很大 就是因為畢竟手寫數字片是蠻大的 所以這個 從頭複製到我 這個Training是需要花一點時間的 雖然還是蠻快的 你會注意到 他Training起來還是非常快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體驗一下 就是像我們用GPU嘛對不對 這個GPU一張1萬塊美金 對吧 如果你想要體驗一下 一般電腦跟他的差別的話 你就把GPU改成CPU 你就會感受到1萬塊美金的值得了 好不好 你在他一開始要先做 要先等久一點 然後就會很快 好不好 那你們做完了以後 做完了以後 你看喔 你們開始跑了 唉這個你看起來 我們訓練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預測了 下面就是預測 我們直接拿TestState上面的資料 然後用L1 NetModel來做 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可以得到什麼 來我們看 好 錯 好 好 準確度97% 腳要蠻高的喔 我們來看看這個Configure table 我們print出來 這個預測是1 他幾乎都是1 預測是1 1其實是0啊 他是0到9 不是1到10 這樣可以1 0到9這樣可以嗎 好,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准,对吧? 可以接受了,你看你现在都还没有上传完 你刚刚上传到一个错误的版本 然后预测,98% 你说有一些误差,那正常 因为训练神经网路本来就没有说 什么东西都完全一样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你慢慢上传 你现在知道,其实训练一个神经网路没有很难 好,这边有个重点 刚刚我们这个model训练的比较久 好了,我知道用一万块美金的显卡算很快 但是我们要把model存下 我们上之前不是用的是save跟load 你要save mxnet的model的话 你需要用这个函蓄 叫mxmodel.save 好,你先看file 先看file这里 先看file,现在是空了,对吧? 什么都没有 好,当你mxmodel.save 然后lenet 这是你刚刚训练的model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训练到model 我们不要把model 因为你这样要多开个新的资料夹 叫model 我们就直接lenet好了 你看一下ron 这里会出现两个档案 这里会出现两个档案 这两个档案就是你要读lenet的时候 你必须这两个档案都要有才读得掉 好不好?一个档案是参数 一个档案是结构 这两个档案都要有才能够读 好,我们现在故意把lenet 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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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训练完之后 你要把你的model保存起来 你之后才有办法用到 昨天不是说我们要写一个APP吗? 你这样才有办法用 你要训练完一个model 你要把它存到那里去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可以喔? 好 还没上传完 你再等吧,好不好? 正确的时间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 没关系你好好等好不好 没有关系 或者你跳过这个也没有关系 好不好 好 那我们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 刚刚那个是手写数字辨识嘛 那没什么咬不起 我们要做的是真实世界的 我们不想做玩具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不想做玩具 我们首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那个玩具是1989年的研究了 1989年你们都还没出生嘛 对不对? 而且还原来没有出生 对不对? 1989年做的东西 现在当然是不好玩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是几年出生啊? 2005 2005 你看李飞飞 2005 对吧 你看你出生的那一年 他们开始做这件事 然后收集很多图像 然后这些图像 有些被标注的是猫 有些标注的是狗 有些鲨鱼 有些是死亡 好 到这里 又要下载东西了 到这里 这有个叫model list 这边有好多model可以下载 注意一次要下载两个档案 对吧 好,我这边建议你们下载 这个 下载resnet18 不要下载太多好不好 下载太多 两个都要下载啊 这个点下去之后 这边点下去之后 右键按定存新档 好不好 右键另存新档 那左边这个就直接下载了 那下载完之后 下载完之后 一样 传送到我们的上面来 好不好 传送到上面来 直接就这样 直接就上 save啊 直接save 好不好 是 就是resnet18 然后两个都下载 两个都下载 对 你就直接下载就好啦 你就按下啊 下载连接档案 按啊 然后这个也按 然后我再去upload 对 upload 再去upload 好不好 就是那个后面 那个resnet18 跟后面那个50 那个意思是 那个model是几层深的model 那当然越深就越准 不过越深打算就越大 那你们现在问题 不是运算速度的问题 是网路速度的问题 请你们 请你们在比较有正常网路的条件之下 请你们可以用大运的模型 没有关系 不过你们要做一件事情 不要用GPU 不要把GPU吃满 不就是 好了算了算了 你们就搞 你们就尽量搞 反正这台电脑就随便弄弄搞 这样 那个 那个 因为那个模型真的是有点大的 就是那你们真的会赞助 这样懂我意思吧 钱了一个月十万块的电费 你们肯定过不清了两万这样 好不好 好 好 你现在在上课哪个档案 哪个档案 好 resnet 那个parameter 那个档案 那个档案比较大 好不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上传完了之后 我们先做继续做了 好不好 我们上传完了之后 我们首先先请你去上网随便找一张图 那个上网可以真的很随便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现在就档场讲你要下来什么图片 讲一个 我们现在除了上传那个以外 我们再讲 还要上传一个东西 这里有个 就是这个 我们用trianese的好了 好不好 这个档案你先另存新档 然后存到桌面 你现在看起来怪怪的 你不用管他了 好不好 你就上传 一样把它上传上来 怎么有点慢 我先把那个 靠我的电脑发生什么事了 好 上传档案 然后 中国的那个 中国的 你要用英文的也可以 好不好 我用英文 好 那这里有非常多 这个 这里有非常多这个种类 好 因为这个模型 我们刚刚下载这个模型 他是 他是 可以你随便给他一张图 他可以预测是这1000种东西的哪一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国王企鹅 对吧 这里有国王企鹅 那我们上网下载一张国王企鹅的图片 然后让他读 然后看他会不会预测出那是一只国王企鹅 好不好 可以吗 来 下来国王企鹅 好 而且这张看起来不错吧 欸 我不太喜欢这张 我觉得 我觉得 欸我刚刚 这个这个的 这个看起来比较可爱 好不好 那我们就下来他 另存图片 好 放到桌面 好 那一样 我们把它上传上来 好不好 欸怎么又当机啦 那搞什么鬼 好 我们这边把那个国王企鹅的照片放上去 好不好 一 这个 这个 好 你看这是国王企鹅的照片 这个对吧 我们现在要读进来 然后来试试看 他是不是国王企鹅 好不好 你在上传欸 好先看一下示范好不好 来 我们刚刚已经读到这张照片了 对不对 好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 我们要怎么做 来我们先把这个 档案给读上来 喔对 刚刚那个LENET 那个东西又可以毁掉了 不重要 那都是个过程 好不好 来 我们先把档案读上来 好我们现在的档名叫做这个什么 11 1166 天啊 520076.jpg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一样先把它resize成24x24 因为这样模型才可以吃嘛 对不对 好我们先把sauce image show 欸看到了吧 这支是国王企鹅的图案 这样可以接受吧 国王企鹅的图案 好接着 我们把这个模型给他读进来 好注意 你刚刚是resnet18的吧 你要改18喔 啊我现在是50 因为我要吃50 这样可以吧 好我把它读进来 好读进来以后 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叫resmodel resmodel这个 这样可以吧 读进来以后你会有个resmodel 接着 我们把我们的image 我们resize dimension的image 本来是224x24x3 可是问题是我们刚 我们的mxnet他要吃的东西 他必须唯独是45 所以我们再把它改成24x24x3x1 然后接着再把它predict 然后predict完之后 他告诉我说 这个predict的propriety 最大的数字出现在146 就我国王系的他出现在146 这146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146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把它读进来 好看到了吗 他告诉我国王契额积率是97% 蛮准的 对吧 你们要不要试一下自己的 可以吗 好了那我觉得到这里为止 应该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我们继续了好不好 就是你发现人家 不过这是别人训练好了 不过这样训练的这个model 用现在我们这个打一次的电脑 可能都要训练两个礼拜 所以这个model当然要啊 你不要 你就觉得好像 两个礼拜 没日没夜 如果当然是没日没夜 是用这边的电脑 就是用你们现在手上 你们现在用的这台电脑 如果今天假设我的速度是你的30倍 那如果我只要1分钟 那你就想说你花30分钟就可以省 就可以省2000万台币 那你为什么要花2000万台币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就是因为即使花那么多钱 我都还要两个礼拜 那你用一般的电脑还得了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你用一般的电脑那时间 那时间 我跟你讲 这世界上最贵的就是时间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便宜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贵的 好不好 好再来 我们接着我们要做一个 我们接着我们要做一个实验 就是来 这里 我们先下载这里 好你现在开始下载 这里 好这里 这里你会下载成一个叫 In Misclassification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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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请你把它上传 要 这个要 这个有点大 这个是 94 Image Classification Zik 这个有94 这个有94 好不好 是这个 对 这里下载 其实也没有很久 还好 三分钟而已啊 还好啦 那我们就下载上传 上传完之后 来 你们先看上传完之后 你们先等下载 你下载了 看下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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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传完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资料夹 叫 Image Classification 看下载了 点进去之后 你发现了什么 有UI跟Server 好 点进来 随便点个UI 请你按Roll 太过分了 我看一下 我靠 这个语法有问题啊 我看一下 model 里面resnet 50 tryness cnet 应该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会有问题 error in read image pass 哦 这里面没有 不对啊 这里有cat 我找一下 我看一下 这里不应该有问题啊 我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不然我再暗示好了 不然我再暗示好了 这个不应该有问题啊 好 不管啊 反正我们就上传一张啊 所以 我也要先把他弄到 反正你就先上传 没有关系 不要管他 不要想说 真的是 真的是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我来修一下好了 好那就是这里要删掉 这里就是server 这里要删掉 把source删掉 好不好 好那我 我准备个新的档案上去好了 不过 你们就是修正了 之后我会把新的档案 新的档案应该正确的这样子 好那这样子 你会看到一个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在干什么 我来给你们看 他就是你可以上传一个东西嘛 对不对 好你看我现在上传 我现在上传 1 欸 我就这个 就这张图 我刚刚就国王系尔嘛 对不对 好他是不是国王系尔 欸他说是国王系尔 对吧 所以那你发现这个东西 他是怎么组成的 你这里啊 什么都不要改 你发现这里 这里是不是有个model model里面有两参注 一个是我刚刚的resnet50 对吧 这个就是model 这个就是model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这个model 这个model 如果我们把它替换掉 那你就可以 你打开一个新的网页之后 那就是新的model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同样这个 Chinese Sinset 这个东西如果把它换掉 就我现在是预测1000类啊 那如果把它换成一个 两类的model 然后我这里也是两类 那这样子我的 我的这个层次 是不是就改掉了 所以你知道你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等一下我要教你们 如何训练这个model 那训练完了以后 你就只要把这个东西改掉 那我们就收工了 那就有一个新的模型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 那你们先上传 你们先上传好不好 上传完之后 上传完之后我们再继续 我们再继续 好 那我们 我们现在要 我们现在想要 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已经 我们已经看到刚刚那个东西 非常好用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想要训练一个 就是 就是 我们刚刚那个image 这里下的已经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重新训练这个模型 对不对 好来看怎么训练 首先你需要把刚刚的resnet50 好我们再回到这里 我们重讨 来注意 注意这里非常重要 好我现在是在lessn2 the image classification 里面的model里面resnet50 对不对 我要把它读进来 好注意喔 现在看好了 读进来 失败 为什么找不到 可能打错字了 classification 好 读进来了 这样可以吧 读进来了 好 读进来了之后注意这里喔 他这里 我要把最后 他这里这行你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关系 你只要知道 最后在这里 我要接出去是两分类 他本来是1000分类 我要改2分类 这样可以吧 好 那这样我是不是得到了一个softmax 这样可以 我得到了softmax这个东西 这样可以 好 接着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 我们之前不是有猫狗 猫狗的那个分类任务吗 对不对 请你拿那个图片 那如果忘记在哪的话 你就记得 你回到那个就是课程 回到课程这里 我先全部交完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你操作 好不好 到这里授课内容 就是深度学习快速入门 然后第一课 然后你到猫狗这里下载 猫狗 猫狗这里下载好不好 这里下载 OK吧 好下载完了以后 下载完你应该可以 你可以 你就可以把档案读进来了 好我们现在就复字贴上 好注意这个路径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不好 这个路径一定要非常小心 这样可以吧 我是lesson02 我现在把它放到lesson02下面 这边有好几张对不对 然后我把它读进来 你应该 然后这是training的 这样可以吧 注意一下我去编码成什么格式 我先把它读进来 先把我们的model读进来 然后换成二分类 然后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两类 对不对 如果你的任务是三类的话 你这里要 你这里要注意 可以吧 那你两类 你需要把你的training y 编码成这样子 第一张是狗 第一张是猫 第二张是狗 第一张是猫 狗 猫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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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吧 那这样这是拿来training的y 这样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training y 那我们的training x 来我们来 一样image show imhe show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张好了 第十张是狗 对吧 偶数是狗 激素是猫 激素是猫 这样可以吧 ok 好那接着你这个 你现在有了training image 跟training y 之后 我们又有了这个模型 对吧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拿来训练 那我们要怎么训练 我们来看一下 好请你先复制这一串 你说这一串在干什么 这一串 这一串就是 我想要把原先 我那个resnet 50 那个model 我是不是已经训练的很不错了 我想要把它的参数保留 为什么 因为它是真实世界 我已经训练的非常好 你想我要教一个 我想要教一个人 他去读这个凶鬼是光片 你觉得我会想要教大学生 还要教小英文 当然教大学生啊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有一些既定的知识了 所以这一大串 就只是把它的参数先载入 这样可以了 好 你现在不需要管它 它实际上 这是每一行在做什么 好不好 这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这一大串是在做什么 就好了 好接着预测 好 你就等 接着让它跑 好 你现在都不要管了 你就让它跑就对了 好 等它跑一下 好 我这边跑20代嘛 对不对 好 就让它跑 它跑很快 对不对 好 你要记住我等一下做了所有动作 这样你才有可能去改APP 好不好 记住我刚刚在做什么 先 读模型进来 然后把它改两类 对不对 接着把档案读进来 档案读进来之后 先载入参数 之后训练 这样可以吧 好 20代训练完了 对不对 那我要把这个模型存下来 对不对 看它怎么存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模型准不准 好不好 来 这个模型 我们就随便read一张进来 好不好 就test test data 就是它是没有看过的 好 然后我们来 我们来把它预测一下 好 预测出来0.99 第一类是猫 第二类是狗 对不对 所以它蛮准的 对吧 可以吗 好接着这个狗狗的预测结果 我们就不想看了 好不好 好 接着你训练完这个之后 我来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去做 好不好 来看好 来 存储模型是用什么 mxmodel.save 对吧 好 然后你刚刚储存的模型 叫mymodel 对吧 好我们现在file file等于 我们就叫mymodel 可以吧 好 mynet 好了 我喜欢 我喜欢叫net 好不好 来 等一下 它 它的参数不是file 它就是参数这个 好 ok 然后 然后 等于0 好 论完之后 你是不是注意到 在这里 你是不是得到 这个mynet 这样可以吧 好 请你把这两个打包 移动到 刚刚我们的image cars 里面的model 我们把它丢到这里来 好 丢过去了以后 你看一下 现在你model 是不是model 除了resnet50以外 你又有这个model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 copy 我们就copy copy copy 我们来 我们叫它my mysinset 然后mysinset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mynet 它只有两类 对不对 我们把这里全部删掉 好 那我们这边就叫这个猫 好 我就打英文好了 然后dog 好 按储存 我按储存了以后 我现在在model里面 是不是多了两个档案 一个是mynet 一个是mysinset 这样可以吧 好 回到这里来 server这里 把它改掉 model里面 本来是resnet50嘛 改成mynet 我看一下我字是怎么打mynet mynet 好然后 chinese改成mysinset 好就这个样子 好我按下run 它是不是变两类了 他说猫的几率98% 好 那请你上传 我们上传国王企鹅 好了 好 他说他猫的几率66% 狗的几率33% 那当然 因为他根本没有看过国王企鹅 对不对 那可是你发现怎么改了 其实很简单对吧 你其实就是把model读进来训练 训练完之后把model存出去 然后把它放到model这个资料夹底下 然后把它改入境 在这里改入境 改入境之后 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容易套用 你就上传一下新的图 你就知道是什么 对吧 好所以我等一下会看着你们 把所有过程都做完 那你们现在已经学会这一套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不是讲了吗 请你上网去找 你可以上网去搜集一些图片 你可以做个分类任务 那你就会有一个程式 那你上传图片 他就会帮你分类 可能是哪一类这样子 那注意喔 我们这里是 这个语法是二分类的语法 这是一个二分类的语法 如果你想要三分类的话 你要怎么改 这里要改三 对不对 number of height 要改三 然后 这里 training image 跟training y 你的编码方式就变成 本来是01跟10 对吧 你就必须变成001 010跟100 这样懂我意思吧 这样可以吧 我故意不把那个语法写给你们 我希望你们可以练习 好不好 有问题的话 反正我 你们旁边会有那个舒适生 对不对 那就这个样子喔 好不好 那我现在要看你们怎么做 那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